Break it down Break it down 大家好 我是蔡昌謝 我飾演的是 終極X出社裡面的任旁光 那旁邊這一位就是我們特別來賓 大家好 我是特別來賓 我在這支戲裡面飾演的是 超窮這個角色 沒錯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是 終極X出社 之下人公寓 大壽命 來吧 這到底是誰的房間 當然我們兩個進去 就是我們 這是廢話 我們走吧 來喔 來看我們愛姐 趁現在大家都在吃飯的時候 都沒有人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房間 右手邊你有看到 這是電動玩具 這已經是非常古老了 現在夜市可能偶爾還看得出來 還看得到 因為我們兩個非常喜歡 怕電動 所以默契沒有看到 但是現在還不錯 因為我們兩個是在同一間房 所以 這一個是你睡的房 這個床其實真的是還蠻好睡的 真的沒有 但是聽說 聽媽媽說睡太有人床不好 所以 頭不好 因為我們就喜歡 看漫畫 看這個 其實我在家裡的擺設 其實 大同小異不會差太多 我通常都放一些 比較文實的書 還是 不是 不是 被你發現了 那你的房間 我的床是這一張 其實我在劇裡面睡相都非常誇張 我要跟大家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我通常都是這樣睡的 你看他的腳的姿勢 呈現了一個三角形的狀態 大概直角90度 這裡 好 再換一個 有沒有 欸 這都算了 算很大 粉絲這樣是會太開心 太開心 對 所以他在裡面的角色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很痴迷他的女人 就非常喜歡他的睡覺 這也是蠻妙的 進去一起 對 大概這個是我們房間的感覺 所以還不錯 蠻大的 對 就是充滿了 運動風 然後 電動風 電動風 還有漫畫 臨時 大概就是我們這個 大學生的那個 還有 新鮮社會人的一個 對 生活的感覺 生活的模式 謝謝 謝謝 GTV送給他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終極X宿舍 呼了吧